哈囉大家好我是騰騰我們今天呢續續來玩這個三國志幻想大陸 那今天呢是想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三國志幻想大陸的 好用的工具人的英雄角色 好那我們首先呢先來介紹第一隻 那第一隻呢就是我目前還沒有抽到這一隻曹操 那曹操呢可以先看到他的羈絆 那他的羈絆呢也非常好的容易達成 只要上陣三名輔助 那就可以提升他的抗暴率 而且重點呢只要他每次普攻或是反擊 連反擊都可以再幫我方的這個輔助武將 恢復這個75點怒氣質 那這個角色呢曹操在跟我們之後出的也是會有一隻曹操做搭配 那這兩個的話就非常合 曹操的話是之後會出的一隻T0的角色 那再來呢可以看到他的怒氣攻擊 那怒氣攻擊呢也是一個非常強力的debuff效果 他可以對敵方全體這個造成防禦下降 最終增傷還有最終減傷 全部都下降5% 而且的話他是可以做疊加的 而且是持續到戰鬥結束 所以的話總共就這三項 每項都下降15% 非常的猛啊 讓敵方的這個傷害輸出 還有這個減傷的效果都下降還蠻多的 那再來呢也是可以看到他的這個被動技能 那被動技能最厲害的就是他的這個三星 他每第2回合開手他就會每回合吸 這個每個目標250點怒氣質 也就是說不是250點是50點 那總共6隻角色的話就是300點 那這樣的話釋放這個怒氣攻擊的速度 會非常的快 而且他多餘出來的這些怒氣質呢也可以再為他增傷 那下面一個推薦的 工具人角色呢是諸葛亮 那推薦諸葛亮的第一個原因呢是他 7天登陸就有送 那像我們一開始拿到的話 他就是直接就三顆星了 而且的話他獲得的管道也非常的單一哦 那他獲得的管道呢就只有在我們的商城 對話商店這邊可以去做兌換 那需要去用這一個五神印記 那這五神印記呢就用這個群雄逐鹿去做兌換而已 而且的話你看像這樣我們就直接有100個碎片可以做兌換 那目前的話看到是沒有什麼需要用到這個的 要少一點了 所以的話諸葛亮 也是蠻容易把他升到五顆火 UR5個火的 那繼續回來到他的這個技能頁面 那除了他這個身心非常好身心之外呢 他怒攻技能也是非常猛 可以為我方這個恢復速度加增加還蠻多的之外 那被動呢三星跟五星這兩個都是非常有用的 這個也是控怒技能啊 然後也可以讓這個免疫這個怒氣降低 非常的好用 好那接下來推薦的工具人角色可以推薦一下我們的 華陀還是念華陀 那這隻華陀呢我個人是感覺他是蔡文姬的進化版 那首先先對比一下他們怒氣攻擊好了 怒氣攻擊一樣都是恢復我方全體的生命值喔 不過華陀的話好像恢復的多了%多一點 而且的話是提升我方全體的最終減傷喔 那至於蔡文姬呢也一樣是這個全體不過他是只有30% 而且的話他是只有幫我方這個攻擊力最高的單位 而外增加15%攻擊力喔 還不是那個最終傷害 所以我個人感覺這個蔡文姬 那就是比 華陀還要來的比較沒有那麼好用一些喔 因為華陀他是全體而且又是最終減傷 而且我怕他升到3顆星又可以再讓他的這個技能有這個暴擊率喔 這樣恢復的效果又會更好 那除了這個 暴擊回血之外呢 他被動5顆星喔 他只要呢我方武將喔 他生命值低50%他就直接把他 小奶一口 那就相當於說可能幫我方全體再多額外釋放一次這個怒氣攻擊 因為的話我們 太文姬也是有這個回怒效果但是要總共湊齊1000點 才可以讓他放一次大絕嘛 那這兩個相比較的話兩者釋放的怒氣 感覺就是差不多的 而且的話我們的華陀還是全體減傷真的還蠻不錯的 那再來呢也是不能夠或缺了他的 羈絆喔 也非常的容易達成 而且上登這個羈絆又可以讓我們華陀的整體的 奶量大幅度提升 那他的生命 生存能力也會大幅提升 直接額外提升20%的治療率 還可以獲得幻象 抵擋那個30%的生命值的傷害 那最後一個工具能呢就是可以跟我們的華陀做一個搭配的佐池 佐池其實真的 還蠻帥的 一般玩那種三國的都感覺他是個老頭沒想到在這個遊戲非常帥 那這是多的 那佐池呢最強的 羈絆 他直接可以有多一次的復活機會啊 而且的話他本身又是一個坦克 能夠想像一個就是好不容易花了好幾個回合打掉了一個城牆 馬上又給你站起來 而且 還有這個多了很多怒氣子 那他的怒氣技能呢也非常的不錯 可以看一下他的這個怒氣 除了可以造成蠻高的這個法術傷害之外呢 可以降低最高300點的怒氣值也是打三個目標 那接下來呢 他的怒氣降了還蠻多的之外呢他的UR三火 只要UR升到三火之後呢他的這個 八門盾甲胸 就可以讓他狀態結束的時候直接在扣除20%的 最大生命值 所以說他會變成一個右坦 然後又能夠撿對方怒 然後本身的輸出也是還蠻不錯的 你可以想像這個 如果八門盾甲胸 打在那個對方的坦克身上 哇那這個減傷好像是直接消除 這個非常濃 大家可以來稍微實測一下 可以知道這個訊息是 還蠻不錯用的 那麼以上呢介紹這獅子就是我個人感覺 目前是能夠通用在各個陣容裡面 就比如說你想要兩兩搭配一些角色 然後多餘的這些空的空缺就可以放下這些角色 進去應該都是還蠻萬用的 那司馬懿的強度就不用說了嘛 直接當成一個單掛 讓他 造成大量真實傷害 直接單掛也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如果要更坦的話就是要搭配我們 下方的目前 我應該是有抽到 在 潮冷啊 潮冷在哪裡在這裡 但是目前還是只有一顆星龍 要不太能夠把他放上去啊 讓我們司馬懿的減傷又更加強 然後最後的話影片最後 來跟大家看一下我們的綠靈旗 目前是已經三火了 那這個也是依靠我們的招募 把他設成心願清單 一直抽到才有這個今天的這個三火 應該蠻快就可以把他升到四火五火 所以的話大家也是可以學我一樣 學我一樣把這些 呂靈旗 丟到這個招募上面 基本上都是抽到呂靈旗啊 司馬懿的話就是比較少 那麼最後呢再挑戰一下 今天這個比較難挑戰的贏得 46之三 功德能不能夠讓我們 順利過關 這潮人是真的很硬 被我們的呂靈旗 這個放了個大招 血量 還有這麼多 哇 因為我們的前排都還沒有打死 我們的 整體的血量就已經看到間諜 而且還有 下猴蹲呢 後面的先是下猴淵吧 這個要直接砍勒 連這些小兵都很硬 開了影片 可是沒有辦法過 要再多四個幾次可能也不太容易過 好吧那我們今天這個三國字幻想大陸的工具人角色推薦分享就差不多拍到這邊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 拜拜